哈喽小猫头们 我是马同学 前阵子我们发了年度一难评盘点 发现你们对《罪梦者》里面的许光汉 格外的感兴趣 不瞒大家说 许光汉的新剧《想见你》 我们已经偷摸追了好几周了 在大家最近都爱看穿越剧的浪潮下 我们看的这部剧啊 嘿 穿越设定格外复杂 所以今天的节目就是 想帮大家捋进去 最近超有趣的复杂设定偶像剧 《想见你》 《想见你》的故事乍一听挺俗套 来自2019年的女主角黄雨璇 去世而陷入了失恋症候群 直到27岁生日时 她收到了一盒匿名寄出的磁带 收听磁带时 穿越时空来到了1999年 并附身于一名叫做 陈韵如的高中女生身体力 陷后了和已故男友长得一样的 高中生李子韦 是不是听到这觉得 嗯 这不就是一般的穿越剧的套路吗 想见你的穿越设定里有四个主角 来自2019年的黄雨璇 去世于2017年的王全胜 来自1999年的李子韦 去世于1999年的陈韵如 该故事的真正主角 只有来自2019年的黄雨璇 和来自1999年的李子韦 What 我们用男主角李子韦的角度 涉及剧透的讲一讲 想见你的故事 1999年 17岁的李子韦和好友 认识了那一项孤僻的陈韵如 同学 你有听到我讲话吗 陈韵如向李子韦告白 我希望 可以变成你会喜欢上的那种女神 李子韦拒绝了她 我真的只能把你当朋友了 当晚陈韵如被人袭击中院 康复后的陈韵如 似乎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活泼开朗 自信承认 不要管了啦 走啦 在漫长的相处中 李子韦喜欢上了受伤后的陈韵如 但陈韵如告诉她 自己是靠一盒旧磁带机穿越来的 真名叫黄雨萱 男朋友叫王全胜 我真的是来自2019年的黄雨萱 李子韦当然没有相信她 我也不是你们认识的李子韦 我是来自 2019年的生化机器人 TGM 1999年的小年夜 发生了一件大变故 陈韵如被杀 警察抓走了自己的好友 李子韦无法搞清楚 凶杀案的真相 她失去了最好的朋友和爱的女孩 选择出国远离一切 2003年 李子韦回国 因为开车时收听旧磁带机发生车祸 同时穿越到另一个时空里 准备自杀的王全胜身体 你刚叫我什么 全胜啊 发现自己变成王全胜之后 李子韦开始相信过去黄雨萱所说的话 她依靠黄雨萱所描述过的 所有关于王全胜的回忆 用王全胜的身份 开始寻找这个时空的黄雨萱 终于和黄雨萱考建了同一所大学 并告白成功顺利交往 幸福生活到2017年 李子韦遭遇空难 在空难中 王全胜身体去世 李子韦的灵魂则穿越回到了2003年 自己的车祸后的身体里 在这个时空 刚穿越到王全胜身体里的李子韦一号 已经开始寻找黄雨萱 已经经历过空难 又回到本体的李子韦二号 决定改变一切 她意识到 两场意外都是注定的 因为这两场意外 陈韵如去世 王全胜去世 好友坐牢好友自杀 自己和黄雨萱永远无法在同样认知下相遇 想要改变一切 就要按照时间线 等到2017年空难再发生后 协助黄雨萱穿越回1999年 李子韦偷偷关注着 穿越到王全胜身体里的李子韦一号 和黄雨萱的生活 现在一切都跟你当初跟我说的一样 她已经考上跟黄雨萱同一所大学 也已经碰到面 一等就是16年 终于等到16年后 空难再次发生 李子韦开始偷偷出现在黄雨萱的生活中 并送上了那盒导致黄雨萱穿越回1999年的旧磁带 故事又回到了最初的起点 实在是太精彩了 看懂了吗 向王懂们 男主角李子韦和女主角黄雨萱相遇 是一个循环再循环的莫比无四环 黄雨萱穿越导致李子韦穿越 李子韦穿越又导致黄雨萱穿越 唯一的打破循环点的办法 就是改变1999年的凶杀案 目前剧情还没有演到如何改变凶杀案 所有大神网友已经在发起分析凶杀案的走向 但是 已知剧情中有几个信息点需要我们记住 方便整个故事的阅读理解 一 当李子韦和黄雨萱的灵魂穿越到其他时空时 他们本体世界的时间相对静止 等他们灵魂返回本体 他们的世界可恢复正常的运转 二 当陈韵如的身体被黄雨萱的灵魂占据时 陈韵如的灵魂会受困于自己的体内 王全胜统领 三 当身体死亡时 原灵魂一定会死 但是依附在该身体的灵魂则未定会死 都记住了 都记住了 这么大一通复杂设定下 本剧探讨的母题反而很简单 当你爱上一个人的时候 你爱的到底是这个人的灵魂还是身体 编剧用1999年的情感线 巧妙地解答了这个问题 陈韵如遇到两个男孩 沉默寡言的莫俊杰和活泼开朗的李子韦 莫俊杰喜欢上同样孤僻的陈韵如 陈韵如喜欢上活泼开朗的李子韦 但李子韦不喜欢她 后来黄雨萱穿越到了陈韵如的身上 在两个男孩的眼里 过去的陈韵如变了 变得成出开朗有趣 李子韦渐渐渐地喜欢上了这个崭新的陈韵如 我对你怎么老是想到她啊 而莫俊杰发现 她仍然喜欢过去的陈韵如 最近 真的变蛮多的 即使面对同一张脸 莫俊杰和李子韦也能明明白白地区分 他们到底喜欢的是谁 完全不会认错 他们只想守住自己最喜欢的那个灵魂 说到这里 我们想起了去年有一部创业时代 男主都别说能区分灵魂了 啥也分不清 一天天不知道爱啥玩意儿 导致年度尴尬台词的诞生 我爱上了你的身体 和另外一个女人的生 好了 今天就说这么多 相信没有看过剧的小蒙董听了这么一大堆 已经蒙圈了 迫不及待地准备去追剧了吧 关于事业男主角李子韦的演员许光汉 编辑部也有许多话想说 他简直是2019年末 闪闪发光的一枚心技小墙头啊 想看他的专题节目 给我们留言呢 我们好好的捋一捋 许光汉这些年都经历了些什么 请唐预告片 不定啥时候有 不要期待